早安 你好 馬上帶各位來關心凱米颱風的最新動態了 它的颱風中心昨天深夜從宜蘭南澳登陸之後 在今天清晨4點20分 中心已經從桃園的新屋出海了 透過這張今日雨量圖我們來看到 事實上昨天颱風在接近的過程當中 對台灣吹的主要是一個東北風 也因此昨天雨最多的地方就出現在宜蘭的山區 因此昨天到今天累積雨量 宜蘭大同目前排名第一超過了1100毫米 接著昨天的下半天這種比較強的西北風吹進來之後 地形效應所以昨天下半天變成是在高屏 尤其屏東山區這裡雨量快速累積 所以累積中雨量目前第二名的是在屏東泰武鄉 但是透過今天這張雨量圖 昨天夜裡0點到今天早上5點的雨量圖 雨最多的變成是在哪裡呢 南投山區像基月潭這一帶 還有在嘉義山區像阿里山這一帶 因為整個偏西風偏西南風吹進來了 所以今天嚴加看守的地方 就是在整個中南部的山區部分 目前為止累積雨量到今天清晨5點為止 嘉義阿里山超過了370毫米 屏東春日也來到了275毫米 接下來透過路徑圖我們就要告訴大家了 颱風中心事實上整個颱風 它原本應該是沿著太平洋高壓邊緣 穩定朝著偏西北的方向前進 但是昨天下午傍晚之後可以看到 這裡在這裡繞一個圓圈 因為就是跟地形的交互作用 所以接近台灣的時候先往南偏折 沿著花蓮的近海這裡繞一個圈打轉之後 重新回到它該走的路徑上 才在昨天凌晨0點呢 從這個南澳這一帶登陸 接著今天清晨4點20分的時候 從桃園新屋這裡出海了 出來之後呢 它的結構會重新整理 原本碰到台灣陸地 強度稍微減弱 變成一個中度颱風 但進入台灣海峽又有海水的支持 結構重整 所以接下來會稍微放慢 接著呢 再持續的往西北的方向移動 預計呢 在今天傍晚的時候 它可能中心從馬祖南邊這裡 進入了大陸的福建 但整個暴風圈現在主要還籠罩了大多數的地方 要等到今天的晚上 暴風圈才有機會脫離台灣本島 接著呢 外島可能包括了金門 包括了馬祖 要在明天的清晨之後 才會逐漸脫離它的暴風圈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呢 還不能掉以輕心喔 全台各地都大多數 還在暴風圈當中 包括了外島 澎湖金門馬祖地區 尤其颱風往西移 今天呢 特別留意的 就是整個偏西風 偏西南風 把水氣給帶進來 今天變成是在整個中部跟南部 降雨的部分要特別當心 我們就透過衛星雲圖一塊了解一下 雲圖上面可以看到呢 這個海米颱風 事實上呢 它在登入了台灣之後呢 強度是稍微的減弱了 不過現在呢 重新又進入了台灣海峽之後 我們提到呢 會稍微的重整 今天白天 它就會維持一個中度颱風的等級 要等到傍晚 它登入中國大陸之後 強度才會快速的減弱 而今天白天來看的話呢 事實上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見到呢 中心出海了 北部地區 其實呢 慢慢變成被封面 所以北部的風雨 比較明顯的緩和下來 至於呢 在整個東半部地區來看的話呢 雖然今天沿海 還是有比較強的震風 可能還是有一陣一陣的雨勢 在東半部會出現 但隨著颱風 逐漸的往西北移動 東半部在今天白天 風力雨量也會開始慢慢的減緩 但特別留意的就是現在呢 整個迴南風 西南風吹上來了 南邊這一大片的水氣 在今天白天都會被帶上來 所以包括了今天 苗栗以南的山區 彰化以南的平地 都要留意 可能會有超大豪雨的發生 一定要嚴方超大豪雨 所可能帶來的災情 預計要等到了 今天的晚上之後呢 隨著颱風 持續的進入中國大陸 整個上來水氣 才有機會減少 所以中部南部 可能要等到今天晚上 降雨狀況 才會稍微緩和一些些 但是天氣還是不穩定的哦 等到明天來看呢 這颱風雖然遠離了 不會引進西南氣流 但有比較強的西南風持續吹 明天在中部南部 都還是有降雨的 尤其南部 明天局部雨勢 還是會比較大 北部東半部 明天風雨更減緩了 主要雲多 偶爾有些短暫雨的情況 週末假期的時候呢 中水氣 有機會再更少一些些 只是呢 因為偏南風影響 所以呢 在南部啊 東南部 週末還是有些短暫雨的情形 但雨會進一步減少 其他各地留意的 就是午後局部雷震雨的發生 提到降雨 我們透過雷達回波 要來了解一下了 雷達回波圖上面可以看到呢 圖上有顏色的地方 正在下雨的地方 顏色越深 雨勢越大 颱風中心 已經從桃園這一帶 新屋出海了 所以目前颱風中心 大概在這個位置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逆時針環流 也因此呢 現在整個逆時針環流過來之後 北部降雨狀況 比較緩和了 但現在主要的雲程 進來的 正對的 就是在中部南部 尤其在山區 而且不只山區哦 現在包括了像是在 台南高雄 一直到屏東的平地 雨勢也不小 東半部地區也有一陣一陣的雨勢出現 不過這種降雨狀況 所謂颱風往西北的方向移動 在今天也會白天逐漸的緩和 變成是在中部南部 特別嚴加戒備 提到降雨 透過接下來這一張呢 氣象局所公布的 定量降水預報 就要告訴大家 這一張是今天8點到晚上8點 也就白天的時候呢 北部降雨緩和 東半部還有些震雨 不過降雨也會逐漸緩和 今天變成是在整個 苗栗以南地區啊 尤其在山區的部分 這有白色的部分呢 就代表呢 今天的累積雨量 會超過300毫米 但氣象局預估的 累積總雨量 在中南部山區 可是有機會 最多來到1800毫米哦 要等到今天晚上之後呢 可以看到 整個降雨狀況呢 北台灣 東半部進一步緩和 中部南部也會有緩和的跡象 但山區的雨勢 還是會來的比較大一些些 而接下來下一張圖卡呢 我們就要告訴大家了 風的部分 今天呢 在北部地區 早上的時候 風力開始減小了 逐漸的最大陣風有9到10級 降到8到9級 但是呢 中部南部 隨著迴南風上來 今天呢 最大陣風 還是有機會來到9到10級的強陣風 東半部在今天上半天 也還是有9到10級的強陣風 因為整個 逆時針環流上來之後呢 越過了整個台灣的南邊上來 會造成在東半部的沿海地區 還是有比較明顯的陣風出現 但整體的風力 也會逐漸的緩和當中 所以最後一張圖卡 我們就整理一下 整個颱風影響的時間表了 在今天來看 颱風往西移 所以呢 北部東半部 我們提到白天風雨慢慢緩和 今天是中部南部 一定要嚴加借備這種超大豪雨 會迅速快速的累積 現在雨正在持續下當中 等到入夜之後呢 降雨會比較緩和 但天氣也還沒有那麼快 完全恢復穩定 接下來就是外島地區 包括了澎湖金門馬祖 特別嚴加借備 尤其馬祖呢 這個颱風中心會從南邊通過 所以馬祖一定要留意今天有強震風會出現 明天中南部還是有降雨的 南部地區局部雨勢比較大 北部東半部主要是雲多 局部有短暫雨 另外因為釋風大潮 所以在整個西南部地區 北海岸 東北部地區 還有台東地區 都要嚴防海水倒灌的情況發生 以上就是最新的颱風動態